罵金普聰男记冯光远判赔50万公开道歉 作家冯光远罵金普聰男记被判赔50万 哈都8012的官司还没打完哦 要说这两人的告不完事实 金普聰马英九你们两个人就是因为你们两个的特殊性关系 特殊性关系特殊性关系 这一句特殊性关系让金普聰很不爽 提告冯光远加重诽谤等罪 结果2015年法院判冯光远无罪 然后冯光远在脸书上贴文 投书报社说金普聰是 发愿认证的男记 他妈的男记 混蛋烂咖下流胚 金普聰认不了再次提告 求偿100万还要登报道歉 刑事部分冯光远被判罚金5000元订验 民事则是今年4月被判 因赔共50万元不必登报道歉 但是得在个人脸书以设定公开阅读 并置顶方式刊登澄清起11天 冯光远不服上诉 但最高远13日不回全案定验 动新闻总和报道